有人炼制道气不是让他自己衍生出气灵来,因为自己衍生出气灵,威力太弱,得自己培养,而是直接抓捕强大的灵兽、魔神炼制成气灵。 这样不但威力巨大,而且道气本身也会融入这些灵兽魔神的种种特质。 有的魔道高手,甚至是抓捕人类修士高手,直接炼制成气灵。 嗯?这九头渊师的确是上古神兽。 九个脑袋,每个脑袋都有一种能力,分别是光、暗、雷、电、水、火、物、金、毒。 而且居然是不死之身的级别,作为上品道气气灵,一下就是顶尖水平。 可惜,我抓捕的昆蓬、滔铁,比这九头渊师要厉害多了,都被我直接掠夺炼化。 要是变成气灵,那也是非常凶猛。 不过,也只有顶尖的远古上品道气,才能够容纳下这种气灵的力量。 一般的中品道气,只能容纳不死之身级别的高手作为气灵。 再强大的气灵,就会承受不了。 同样,一般的上品道气,也不能容纳昆蓬、饕贴这种神兽。 当然,如果骑到大力的苍生大印,要宁愿气灵,最起码得要戒王镜级别的高手炼化之后,才勉强可以。 苍生大印和天皇镜一个级别的存在,以前都是仙气。 不过,对于这个九头渊师的神兽,方寒心思一动。 就想买下来,就算是不作为气灵,度化之后,放入八部浮屠中也好。 这头神兽,开价一亿没吃羊丹,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千万。 那个女子终于爆出了价格,开口就是一亿,害人听闻。 别看方寒现在一出手,就是几百亿几百亿的,那是他得到了上古先尊的宝藏。 要是没有得到宝藏之前,也不知道要积攒多少年,才能够积攒出一亿丹药来。 一亿五千万,就在这时,一个面色淡金的人发出了声音。 这个面色淡金的人,是圣光帝国,独孤家的少主,独孤风,也是造物景的高手,想必要练至上品道戏,所以才会想买下这头九头冤尸。 九鼎仙尊对方寒道,九头冤尸身体之中也蕴含远古九头神龙的血脉,对于你练至八部浮屠,很有帮助。 一亿八千万,另外坐着的一个男子说话了,那个男子身穿黑色长袍,手拿权杖,权杖上面是一尊猙獰的古神。 两亿,又一个肥胖的中年人伸出两个手指头,竟然个个都是高手,雄霸一方的人物。 那个黑衣人是九痴教教主的儿子,九痴教乃是一个魔门大教,修炼的是上古痴魅道神通。 那个肥胖中年人是四海商会的盟主。 你别看他一身肥胖,那是因为吞服了一枚上古仙丹,药力储存在体内,无法炼化的原因。 只要一炼化,就会突飞猛进。 白皙淡淡解释。 当下,许许多多的人报价,这尊九头冤尸的价格,足足上升到了五亿纯阳丹的惊人数目。 五亿一千万,想不到,这一会儿说话的功夫,价格就飙升到了五亿丹药,方寒立刻加了一千万报价。 哼,听见方寒报价,那个圣光帝国独孤风看了过来,冷哼一声,显现出一个笑容。 意思是,你的彩礼也想和我争夺啊。 六亿,他直接喊出了一个数字。 独孤少爷真是财大气粗,这一下没有人能够和你争了。 在他的身边,几个女子连忙恭维道。 这几个女子身穿粉红色沙衣,竟然个个都是长生秘境的巨头,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魅力,竭力地奉承这个独孤风。 那是当然,这头九头冤诗,实力一般般,不过血脉纯正,我要炼制一门龙族至宝,需要它作为气灵,激发远古九头神龙的血脉之力。 独孤风冷冷道,谁和我争夺,我都要让他倾家荡产。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实意,方寒说话了,他一开口,就是惊天动地,直接把价格翻了一倍,把所有的声音都打哑了。 什么? 独孤风大吃一惊,转过头来,再次目光盯向方寒,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方寒居然喊出了一个十亿的恐怖数字。 要知道,一件下品盗器的价格,也不过是在数百万纯样单,一下子,十亿单要丢出去,可以买到数百件的下品盗器。 数百件下品盗器砸出去,可以使得一个巨头门派的实力都提升不少。 起码,玄皇大世界中的仙道师们任何一个门派,突然得到数百件下品盗器,恐怕会引起势力的平衡出现波动。 正因为如此,方寒在浪费百亿单要,催动轮回之盘的时候,就算是风白雨,心中都大骂,这弟子实在败家。 不过,若不是在修真大世界这种地方,就算有丹药,也没地方去购买那么多的盗器。 盗器一般都不会进行买卖,在玄皇大世界中是无价之宝。 石屹,这九座渊师,我买下了,方寒站立起来。 这一人是谁,如此大的手笔,石屹纯阳单,说买就买,能够调动如此大的资金。 肯定是哪个大门派的高手吧,身份非常显赫,没有看到九鼎轩,还有白黄商会的两大盟主都在他的身边。 这个人的修为也异常之高,法力澎湃,单单是从力量上的感觉,就不弱于身边的两大商会主人。 不过,在境界上,可能低一点。 怎么可能,无论是九鼎先尊,还是那白黄商会的白溪,都是戒王镜的盖世强者,法力绝伦,尤其是那白溪,身份更是神秘。 早就有人怀疑,他不是人类修士,法力更是浩瀚,这个人的法力能够和他们抗衡,境界还低一些。 那积蓄雄浑到了一种什么程度? 许许多多高手的议论,都传到了方寒的耳朵中。 十亿丹药,有没有更高的? 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归这位道友,购买到了九头元师。 在台上叫卖宝贝的女子也明显吃了一惊,看向方寒的刹那,眼神中居然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神光。 这一下就让方寒知道,这个女子也是一位高手。 好,道友不愧是得到了盘武仙尊宝库的人,财大气粗,这一次拍卖大会,肯定能够大放光彩。 这次,你把我九鼎轩的宝库都掏空了,我九鼎轩很长时间无法做生意了。 还有什么可以感慨的? 这次,方寒道友一番购买,你做了一笔生意,足足有三千亿丹药。 商品盗器都卖出去三件,各类宝贝无数。 连上次我送你的那个无用硅甲都卖了一亿丹药。 这笔生意做下来,一千年都不用做生意了。 如果传出去,别的商会要极度的发狂。 三千亿丹药的生意,修真大事节,一年也没有多少丹。 白希羡慕的道。 嗯?那造化神器残片,神秘硅甲,是这白希送的? 方寒心中一动。 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答话出更高的价格。 那卖宝贝的女子招着手,在那扭曲的时空中飞出了几个人, 抬着这九头冤尸封印的水晶石,来到了方寒面前。 方寒一把抓住水晶石,送入了身体之中。 随后,手掌挥舞,周围的空气凝结成了一尊高大的傀儡。 这空间傀儡的身体之中,装满了纯阳元气丹药。 这尊傀儡体内蕴含十亿纯阳丹药,去吧。 随意挥手,这傀儡就跟着几个人走了。 打傀儡书? 看到这一幕,所有的人都震惊了。 九鼎仙尊白熙两大高手对望一眼,脸上都看到了彼此的凝重。 台上卖宝贝的女子也愣了一愣,随后吩咐道, 把傀儡带上来。 傀儡带上来之后,女子一指点在上面,傀儡颤抖了一下, 张口吐出无数丹药,进入空间之中。 不错啊,正好是十亿丹药。 女子点点头,把手一挥,下一件宝贝。 顿时之间,又有许多高手从扭曲的空间之中钻了出来, 抬着一张黄金桌子,桌子上用布遮盖着一件宝贝。 这宝贝非常之大,似乎有十丈来长, 不似箭也不似刀,是一件沉重的兵器模样。 唱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这是一件古老的上品道器, 叫做天威号角。 那是远古龙族道器,一位上古苍龙的脚炼制而成的。 女子介绍着,随后揭开了那遮盖的布。 接着,一尊巨大灰黑色带着历史尘埃的巨大号角出现在众人面前。 遮盖的布一被揭开, 立刻那巨大号角上面就出现了无数音符。 那些音符组成了一个个的鬼神、巨灵、魔王、仙佛,甚至是天龙、神兽。 在号角之中,不停地呐喊、丝鸣、咆哮、震荡。 各种声音汇聚成了号角的音符, 好像是天地鬼神奏响了尘世之音。 无比苍凉的意境传递出来, 众人面前的环境随之改变, 面前出现了一幅幅苍茫的天地, 到处都是枯黄的野草, 太古的荒芜。 苍龙之角练着成的上片道气。 这天威号角正是我练着八不复兔的好材料。 上古苍龙是已经绝种的太古龙种, 现在龙界恐怕已经找不到这种龙了。 龙族分为许多种, 红龙、绿龙、金龙这些不说。 最为正统的乃是天龙, 是龙族中处于正统的统治阶级。 当然,还有一些上古龙族, 如苍龙、九头神龙等等。 这些龙族天生强横, 洪荒一种, 地位甚至在天龙之上。 可惜的是, 数量太少了, 有的已经绝种。 炼制八不浮屠需要这些太古龙族的灵魂, 身体功效最大。 好一件上品盗器啊! 这天威号角真是来自太古的上品盗器, 我看其中的气灵最少存在了十万年以上。 不错, 年份古老, 比一般的上品盗器, 不知道强大多少。 传闻中, 这号角一吹, 更有增加法力, 提升境界, 使得麾下战士狂暴的技能。 也就是说, 你豢扬了天魔, 号角一吹, 这些天魔的实力, 可以增加十倍。 好东西啊! 不过, 这种远古上品盗器, 极其罕见, 恐怕是价值不菲, 看看报价吧! 这些东西, 我必须拿下。 天威号角, 重华天谷, 都是罕见的宝贝, 虽然比不上佛门的天地法罗, 但都是增加麾下气势的最好东西, 更有无上的阴沙之威。 一个一个的议论, 传递到了方寒耳朵之中, 使得他越发了解这天威号角的功能。 上品盗器的价格,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件天威号角, 更是上品盗器中的极品, 远古龙族炼制的宝贝, 现在价格五百亿纯阳丹, 每一次加价, 不得少于十亿丹药。 那个卖宝的女子也听见了纷纷议论, 脸上带着笑容, 嘴里吐出了一个价格。 顿时之间, 立刻有很多人沉默了, 毕竟五百亿丹药, 就算是戒王静的高手, 都不可能拿得出来, 除非是九鼎先尊, 这种不知道做了多少年生意的人。 一件上品盗器, 就如此多丹药, 就点滑而不实了。 虽然上品盗器很是难得, 但造物静高手, 可以炼制不是? 五百一十亿, 那独孤家族中的独孤风, 咬牙切齿, 叫出了一个数字。 五百二十亿, 一个老者的声音响了起来, 方寒望了过去, 发现是一个身穿八卦衣服的老人, 眉毛胡子都是雪白的, 好像沉睡一般, 闭着眼睛, 满条丝里。 公养老人? 九鼎仙尊看着这个老人, 微微皱眉。 方寒, 这个人非常厉害, 乃是混动静的高手, 对于仙界元气的吞吐量, 远远在我们之上, 难怪五百亿丹药, 眼睛都不眨。 混动静的高手, 汲取的仙界元气, 乃是液态, 提炼的纯阳元气, 不知道有多少, 财富上要富裕得多。 五百三十亿, 方寒点点头, 也不怕得罪人, 直接出口道。 六百亿, 那公养老人终于抬起头来, 看了方寒一眼, 脸上显出一种不知可否的神色, 对丹药并不当书, 直接把丹药提到了六百亿的价格, 顿时有几个跃跃跃适的人。 六百亿十亿, 方寒对于和混动静高手拼财富并不感冒, 于是只能加十亿上去。 七百亿, 公养老人眉毛一耸, 说出了一个数字, 声音随后响彻起来。 年轻人, 这苍蝇之脚对我有极大作用, 你身上的丹药看来也来之不易, 不要争啊。 是吗? 七百一十亿, 方寒淡淡回了一句, 这宝贝对我作用也很大, 我身上的丹药倒是还有一些, 如果你觉得有必要争夺的话, 那也可以, 我不会切成。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公养老人摇摇头, 眼神却闪烁出一丝寒冷的味道, 嘴里说出三个字, 八百亿, 八百一十亿, 方寒甜甜嘴唇, 哼,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呵呵呵呵呵。 公养老人哈哈一笑, 笑容之中全部都是一种 看年轻人不知深浅的味道, 一千亿。 啊? 一千亿? 这件商品倒气, 居然卖到了一千亿的恐怖程度。 这公养老人, 乃是混动静的至尊强者, 完全能够催动学品倒气, 随一个呼吸, 不知道多少仙界元气, 传扬弹药, 源源不断地产生, 和他拼财富, 不是找死, 更何况, 他在数万年前, 就已经叱咤风云了。 这下, 那个小子, 恐怕是牙活喽。 当然会牙活, 一千亿, 这种恐怖的数字, 相当于一个大型商会, 一千年的交易总和了。 听见这三个字, 在场的许多高手, 身体都哆嗦了一下。 就在这一时, 方寒缓缓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慢条丝里地说出三个字, 两千亿。 什么? 卖宝大会上的那个女子, 似乎也没有听清楚, 或者是听清楚了, 但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光是他, 就连在方寒身边的九鼎仙尊白兮都难以置信。 那公养老人也是身体一抖, 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侧着耳朵倾听。 没有错, 是两千亿。 方寒斩钉解体地道, 这位公养老人说我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 我倒看一看, 天到底有多高, 地到底有多厚。 这天威号角也是我必得之物, 谁和我争夺, 我必定让他倾家荡产。 亲爱的朋友, 您刚才收听的是梦入神机的长篇玄幻小说《永生》第404集, 是由陈颂无声为您多奖的, 欢迎您继续收听。